Bike Me是一個義大利米蘭非常非常知名的類似像U-bike 這樣子的一個單車租人的一個腳踏車的政府機關提供的一個腳踏車的行列 那非常非常便宜一天只要charge 你大概4塊5歐元你就可以騎24小時 暢遊整個米蘭米蘭誒Fashion Capital 這邊我就用這個網頁教導大家如何租人這個單車 首先你在我的影片下面的link點入這個網址之後你會進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請你到右上角subscribe這邊 首先你在台灣的時候就可以先做申請 等到你到了米蘭現場的時候你就只要提供你這個申請時候的帳號跟密碼 你就可以直接把單車暢遊24小時整個在米蘭非常非常便宜非常划算的一個方法 然後呢進來就subscribe之後呢你就選擇這個type 這邊有整年的跟occasional就是偶爾 那當然你是旅行者你就選這個occasional 然後下一步 然後這邊就會跑出daily的跟一個禮拜的 應該沒有人整個禮拜在米蘭騎腳踏車的 所以呢你一拜應該就是租一個禮拜 當體一天一天可能一天兩天這樣就夠了 但是如果你超過兩天了就是用那個一個禮拜的去算 那我這邊就教導大家用一天的方式 daily 然後呢這邊就是選擇 你要輸入四個數字 四個數字 的密碼 然後這邊再輸入一次 然後這邊你的生日啊 然後你的mobile phone number啊 這邊就直接輸入加886 那就可以了 然後呢這邊 你的email address啊 然後這邊語言 他選出來的只有義大利文啊 英文跟西班牙語 所以就是選英文就好了 然後你的職業 然後 這邊就不用了 因為我們也沒有那個券 coupon券 然後你就把這個單位打勾 然後按接受 然後這邊也是 然後這邊也是 然後再按下一步 然後之後呢你的email呢 就會收到一封信 再到你的email呢 開啟這一封信呢 你就會看到 這邊有一個user 的那個number 跟一個password 的number 然後我這邊也沒有遮掩 遮住喔 因為這個已經過失效了 所以呢到時候你只要把這個 user number 跟password number 記住 然後到了米蘭現場的時候 找到這個腳踏車站 你就直接 按照我下面 影片的 方式去操作 你就可以得到一台腳踏車 然後這腳踏車呢 每30分鐘呢 麻煩你都要還車 30分鐘以內都要還車一次 你就可以免費 就只有一天 送你4.5 他不會再charge你任何任何的費用 這裡還有一些單車的小資訊要提供給大家知道 這個呢營運時間是365天 每天都可以騎的單車 但是你只有早上的7點到12 晚上的12點 所以你晚上12點凌晨之後呢 就只能還車喔 不能借車 然後呢 這個單車呢 他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呢 女生 你在操作你要把單車扶起來的時候 離開那個單車站的時候 確實是有點吃力的 然後呢 每次還車之後呢 借機要等10分鐘以後 才可以再借下一步喔 大概需要知道的 就是比較重要 就是這樣 然後 如果你覺得你騎到那一台單車呢 你覺得有問題 或是覺得不好騎的話 你在兩分鐘之內 你再把那單車還回本來的那個 車站的number 上面 你再還回去之後呢 又 再跑回螢幕 你就可以在同時再借下一步 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再charge你任何的費用 然後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單車其實有漲價 在我好幾年前去米蘭的時候呢 他只 我記得只有收 大概兩塊上下而已 反正這一次已經變了四塊五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在我腦海裡面 他就是好像 不知道兩塊 就兩塊兩塊多之類的 然後這一次已經到四塊五了 所以他這個單車有漲價過 找到這個腳踏車站呢 照你怎麼借 你在台灣深裝 用網路網頁 已經做好那個id的 那個user 的 證號 以及 密碼嘛 你就把那帳號跟密碼抄著來 到這邊 找到腳踏車站之後 這邊有語言列表 這是觸控螢幕喔 語言列表 有中文 然後有英文 那我們用英文好了 因為可能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我們用英文比較習慣 你就選英文的介面 OK Touch Touch here 然後這邊 Inter your use code 就是你之前身裝的那個id帳號 這沒有很靈敏 然後 帳號 帳號之後 然後再按 你之前在台灣 申請之後的安裝的密碼 四個 然後 選擇 CRACIC或是 ELECTRIC 就是電力車 我們選這個 一般的 然後 它會出現一個NUMBER 9號 然後你就要廣開去喔 不要走太慢喔 9號 每一台車上面的前面都有一個號碼 這邊 然後它其實燈會閃 然後你就廣開把車 把它移出來 在意大利米蘭大教堂的這個廣場前面 就有這個 Bike Me的那個自行車站 可以租車 然後 你不一定要在這個站 反正就是這個站到處都有很多 就是跟巴黎的那個 腳踏車一樣 跟我們的U-Bike一樣 就是蠻多站的 但是你可以先下載他們的APP 比較方便你查詢哪邊有站 因為每30分鐘之內 你只要還車 然後就不會再charge你一次的費用 這就是意大利米蘭 Bike B的操作方法 以及伸張帳號的方法 希望呢 對於你旅行米蘭的時候 會有小小的幫助喔 在我頻道內 更多影片 關於世界各地旅遊資訊的 小撇步 希望提供給你 希望呢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